这里有了 大黄开挖了 它在上面那里挖 然后我们就堵下面这些洞 下面这些洞很大的 让老鼠出来也容易装出来 防守啊防守防守 注意看注意看 大黄你到上面去 来 下面那里怎么没有烟呢 应该都不互通 下面堵的那些堵小笼子的那些洞口的烟 刚才大黄挖的 小白不要去那里做小白这里都是蚂蚁 这里很多蚂蚁啊 不要来这里做老鼠 这个老鼠只有一个洞口都被堵了呢 就这个洞口 要自己有这样一个洞口的话 固定那老鼠都死了 这里真的没有洞口咯 固定那些老鼠都死在里面 对 我去 刚才我从这里是那樽 邀请 适世啊 刚才我们堵它的后门 堵它的后门 然后都出不来 怪不得 最老鼠都往这个 里面还有 里面还有 弄得出来 等一会 反正都洗了 到这个 到中间这个没烟了 你们注意看那些洞哦 有时候有烟 有时候没烟 证明里面就有老血 你看这个又不然没烟了 这个又没烟 然后那两边那烟又很猛 那老鼠在里面跑来跑去的 这个有了 这个 这个有老鼠了 准备出来了 这个 这个老鼠已经出来到 准备到门口了 准备露头了 这个 信不信 这只老鼠准备露头了 因为他堵住洞口了 没有烟出来 这只老鼠应该很大 他有时候动一下就有一点烟出来 动一下他就有一点烟出来 因为这老鼠这样堵住洞口 然后那个烟出不来 他一松 那个身体就有烟 从旁边冒出来了 所以现在这只老鼠 你看 鼓得好好的 这只老鼠很大 因为这个洞口很大 像人不吸一样的气 这只老鼠 又没了 因为有烟 又有烟 那个狗一走过来 那个老鼠就缩进去了 这个马上有烟出来 你看 现在烟那么猛了 可能又来到这边咯 那老鼠应该又来到这边咯 这些老鼠接进去 这次我们 这次我们要从这边升 要从这边升 这边 这小白第一次出来打猎就睡觉了 嗯 出来了 踩到一机了 踩到一机了 嘿嘿嘿 带子尽一只啊 这个刚有两只啊 这是小的呢 小的肯定有大的 在这边的老鼠应该被放手要死完了 我们在这边生了好几个都 都没有老鼠 因为这个鱼塘旁边经常放鼠药的 现在我把老鼠埋进来 不让它污染环境哦 要是放鼠药的话 那个老鼠到处都臭 那样子就会污染环境啊 所以放鼠药它也有危害的 放鼠药老鼠死了到处都臭 还有就是其他的动物看到那老鼠身上有虫去吃呢 它也会中毒也死掉 所以放老鼠药啊 更加危害 反正什么都危害啊 比如说我们拿烟心有一些人就污染环境 放鼠药吧 其他动物吃了它也不好 反正什么都不好 放鼠夹又怕被别人踩到 比如说一些 有一些人他不待在家 他去找我的夹子来踩啊 这样子 放到里面去 6鸡 然后那个路边那里还有一只 刚才那个狗已经咬 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呢 7鸡然后加上龙子3鸡 就10鸡 10鸡老鼠 我都灭了10鸡 好现在我们要收工了 今天我们为民族害了10鸡老鼠啊 因为10鸡老鼠他们吃那些鸡鸟啊 这样子会损失很多鸡鸟啊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下一次呢 我们再去那边还有很多的老鼠 大家拜拜